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骑士X光机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Rock 又到了这期的花小钱办大事的节目了 那我选取了一个网友的提问 我是一个二胎奶爸 想买台家用车纠结MPV和七座SUV 空间要大 预算15万里内 该怎么选 那我看到了这个问题 首先我就把七座的SUV给排除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一个二胎奶爸 那他自己有一台七座SUV 我有一次和他一起出去交游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他两个小孩 一个一岁 一个四岁 所以两个小孩坐在车上的时候 都需要坐儿童安全座椅 那儿童安全座椅的体积是比较大的 在第二排装两个儿童安全座椅 这个时候第二排中间那个座位 是坐不了人的 所以妈妈只能坐到第三排去 那第三排又有个问题 第三排和第二排中间的座椅高度是比较高的 妈妈不方便照顾小孩 而且第三排那个座椅的空间实在是 我说点难听的话就是放狗狗都嫌弃 所以说我不太推荐七座的SUV 那么MPV到底该怎么选呢 尤其是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15万以内 你想买个大一点的SUV吗 可能预算会比较吃紧 那我们这期节目看看 我会怎么选 那么我推荐的这台MPV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马自达8 这台车首先要考虑到价格预算区间 15万以内你可以买到什么样的车 上上代的G18路尊上一代的G18 你可能买到的橙色或者车框不是那么好 那像侧华门奥德赛以及爱丽参这种车的话 价格会稍微有点吃力 这个价格区间里我相信 车内空间最大的除了金杯就是它了 还有一个值得推荐的原因 就是这台车动力总成 那在这期节目里面 我会从外观内饰 驾驶乘坐感受 以及日常养护成本 四个方面去和大家介绍一下这台车 那我们开始这期的节目吧 马巴这台车其实在国内已经停止销售了 所以它用的设计语言还是上一代的设计语言 很有马斯达6锐意的感觉 那这台车如果你看到实车第一个感觉 就是这台车大 它的尺寸上和别克的G18相差不了太多 马巴这台车 它的整体外观线条看着并不丰富 甚至说有些单一有一点呆板 但这些设计都是为了内部空间去考量的 那外观上我就不和大家细聊了 大家可以从空定上感受一下这台车的外观造型 外观不是介绍这台车的重点 那在介绍这台车的时候主要还是和大家聊一聊这台车的空间以及内饰 给大家推荐这台车 那肯定是要夸一夸这台车的 但在夸之前我还是先要说一下这台车不足的地方 那我个人认为是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配置 这台车是2015款的至尊版次顶配色型 连个中央显示屏都没有给你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马自达只给了你一个小蓝屏去显示一些基本信息 那仪表方面也是一样 它使用的是一个机械指针 再加上一个比史大的显示公里数的小蓝屏 仅此而已 在现在看来这样的内饰非常的过时 第二个我认为不好的地方就是整个仪表台的用料 二十多万的车整个仪表台都是硬塑料 你光听声音就知道了 邦邦硬 不过反过来想一想 你花四五十万买个赛纳 其实也就是这用料 瞬间心里平和了很多 说完了这台车不好的地方 那我们也可以夸一夸这台车 在优点方面我也列举了三个点 那第一个点还是这台车的配置 虽然这台车没有给你很多电子配备 但是在第二排的电尾门方面 它是全系标配的 从最低配到最高配都是电动尾门 瞬间马巴就抓到了一台MPV的重点 不论亲朋好友上车 还是你抱着娃开门 一下子逼格就高了很多 还有个小细节值得夸奖一下的 就是当你把油箱盖打开的时候 你再去打电动尾门 电动尾门是不会关到最底部的 这样可以防止弄夸油箱盖上的油漆 第二点就是这台车的空间 这台车的空间不论是乘坐空间 还是储物空间做的都非常的优秀 它的储物格也是一应俱全 不论是放票据 放手机 还是放各种杂物 一应俱全 前排的中央也是可以活动的 如果副驾驶想去后排照顾小孩 那只需要把这块板放下 就可以走到后排了 那车内的空间 这台车也是同样优秀的 我身高1米9算是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身材了 我在前排第二排都把调到我自己合适的坐姿 第三排我也可以轻松坐进去 和一般意义上的七座SUV相比 它的空间好太多了 除此以外 当三排座椅都立起来的时候 再打开后备箱 可以发现它后面还是有一段储物空间的 你放两个手推车 再加一个成人的行李 完全没有问题 第三个值得夸奖的地方 就是这车的第二排座椅 它除了可以让一个成年人很舒服的乘坐以外 它的调节范围也很大 它除了可以前后调节 它也可以左右调节 那这样的可变空间就很多了 如果把两个小孩放在第二排和第三排 母亲可以通过移动座椅前后去同时照顾两个小孩 当然了如果把两个小孩放在第二排 母亲也可以通过中央的通道 同时照顾两边的小孩 如果把第二排座椅完全放倒 和第三排连在一起 它也可以变成一张床 丰富多样的空间 是这一台车最值得推荐的地方 那我们把这一台车开起来 去体会一下 一台MPV的驾驶感受 到底是什么样 那一上手你会觉得这台车其实还是属于一种比较轻快的调校方式 这主要得益于日系车的前端调校的会非常的灵敏 那轻轻一踩油门转速就到2000多转 那你轻踩油门和地板油 其实对于驾驶员来说 或者对于乘客来说 推背感差距并不是很大 方向盘的手感 这一台车在日系车里面算是偏重的那一种 这一台车的隔音效果方面 会比同级别的日系车要好一些 但相对于别克的 GL8来说还是稍微差那么一点点意思 这台车开起来底盘质感不太像这台MPV 很扎实 侧倾 绿震 做的都不错 隐约的感觉像是开这台马六的感觉 那一台MPV后座的舒适性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到后排去体验一下 这台车的舒适性到底是怎么样 到了第二排 我觉得这一排应该是整辆车上面最舒服的一排了 柔软的座椅 再像这种船长座的设计 它虽然没有老板座那种看的那么豪华 但是舒适性和柔软度都是可圈可点的 而且我的腿部空间也非常的充裕 所以坐上去我就想半躺着休息一会 再加上第二排处的地理位置 我离发动机舱会比较远 我听不见车内过多的噪音 整体的密闭性以及静密性还是做的很不错的 但大家买MPV 其实最关心的还是第三排和七座的SUV相比 它们到底差距在哪 那我们去第三排去感受一下 那我们到了第三排 其实空间方面还是OK的 我身高1米9 我腿有点顶 但如果是一个1米7 1米8的人坐进来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那第三排最主要的问题是哪个 主要是舒适性 首先是因为它的座椅会比较硬 前冲物比较硬 而且比较薄 所以你会感觉你坐在一个小马扎上的感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坐在第三排 你会发现它的震动和噪声会明显很多 过一些细碎的坑洼路面的时候 你甚至会觉得有一些颠簸 总的来说这台车的驾驶感受还是让人出乎意料的 没有那种摇摇晃晃的感觉 但这也是得益于不同主机场对于舒适的理解不一样 有的车厂会认为摇摇晃晃就是那种舒适的感觉 有的车厂会认为底盘扎实 它会营造出一种舒适的感觉 那这台车的第二排舒适性也是非常不错的 唯一让我觉得有点遗憾的 或者是让我吐槽的地方 就是这台车第三排 噪音以及震动会稍微明显了一些 但是MPV这种车 哪怕是像G18像Alfa这种车 它对于第三排乘客的那种关注度也没有那么高 它主要还是空间方面会比7座的SUV要好上不少 对于马巴来说 日常养护那基本上都不叫个事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台车动力总成吧 2.5升直列四缸发动机 搭配的变速箱是一台5AT的变速箱 马力方面163匹马力 柳距方面220牛米 那听这个数字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 这台动力总成其实上就是马六锐翼的那套动力总成 这套动力总成虽然功率不高 但顺载稳定性可靠 路上跑的二三十万公里的马六锐翼大有车在 那这台发动机以及这套动力总成基本上没有任何通病 还有朋友会担心 那这套动力总成拖动一个1.8吨重的车身 会不会有点吃力 会不会有点费油 那虽然它用的是2.5升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但是我自己实测下来市区油耗差不多11到13个 而高速我一个人开的情况下油耗差不多是8个左右 那这样的燃油经济性对于一个这么大车来说还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对比于G18的那个油耗来说 这个车的油耗已经是算很省的了 那最后就是这一台车的养护成本了 我大概的算一下 如果机油用的是精美服机油 每次保养换机率空调率做大保养的话 差不多800块钱左右 如果你选择便宜一点的其他品牌的机油的话 差不多在六七百就能搞定 那总的来说这一台车 它有着可靠的动力总成 再加上一个比较经济的油耗 是我主要推荐这台车的原因 为什么我会推荐马斯达8这台车型 首先是因为这套动力总成可靠性非常高 让日后的养护成本非常的低 那其次就是它灵活可变的空间 让这台车的实用性又有了加分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台车的价格 一开始销量频频 再加上日后的停产 让很多考虑到MPV车型的人 往往把这台车给忽视掉了 所以这样一台具有着非常高性价比的车型 但它的二手车价格其实不是很高 10到15万区间内可以选择的车还是非常的多的 那么我手边的这台车因为它的年份比较近 它是16年的 再加上它公里数非常少 只有2万多公里 所以它的价格会稍微高一点 大概在16万元左右 那么买马8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三款以后的车型 因为它在动力总成上面进行了一个升级 从之前的2.3升4AT变动力总成 升级到了2.5升5AT的动力总成 那它的燃油经济性表现 以及它的动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有想买车想换车的冲动 预算又觉得买新车不够 该怎么选呢 没关系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需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